今天我们看看老北京大爷和老日本北京大爷 碰撞出来什么样的火花 往南走 南是哪边 应该是这个 南是 南是那边 那边不是南吧 威斯金香金日本乌姆安达和 老姆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来到了前门去吃什么呢 老北京的那个经典 就是卢煮火烧 老北京必及美食的天花板 天花板 前门啊 哎呀 这是好多 多长时间没来啊 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卢煮店 老板是个北京大爷 据说在他的概念里 只有他们家的卢煮是好吃的 别的都不行 今天我们看看老北京大爷和老日本北京大爷 碰撞出来什么样的火花 感觉都是游客 宰 狠狠的被宰 不会是忽悠 忽悠 老李长 走吧老日本 就这个地方 来两位有吧 好嘞好嘞 木鸣而来的 木鸣而来 烫的原汁原味 烫的蓮 锡膏 鸣だ、牛肉 鸣 谢谢 老鸣 不错 没毛病 这里边料真足 真足 不错不错 味道真没毛病 还是来的 来了 充电器来了 六爷 这木铭要来 我们就从水里边过来的 确实不错 其实不错 味道不错 最低门的是干净饭多活几天 为什么来讲 前面自己家私房自己干的只有我 门框没有鲁鼓 全外面炒作的 所以说现在全是坑木拐片 买不得瞎话 没办法 确实是好吃 确实好吃 确实不错 真好吃 腸子费都我弄 先腸子先费 这鲁鼓 你看好多北京人他也不懂鲁鼓 他不是天天的孩子 不是糊涂串子 他不能有这儿干活 要说这个肺 你吃任何鲁鼓肺都灰肺 对吧 这肺红肺 为什么 这肺11块钱一个 别人肺都是1块5一个 这不是咱们家肉的 冰箱里隔两年 隔火里也差不多糟了吗 吃了这个以后 香啊 人家记住这话 鲁鼓这两个字 鲁鼓 鲁香味 过去连黄里头 连黄里头都是 这鲁鼓饭什么饭呀 大众饭 穷人富人 小偷流氓 社会 简单人员 老人 老规矩人 是什么大众饭 你山域内蒙人 我呀 您看到 您说话讲山域吧 山西吧 是吗 哎呦 那就高兴了 郭海 哪儿 郭海 郭海过来的 日本人 哦 日本 哦 日本 老爷子是日本人 日本人 你把中文说得那么好 四十三年 八一年来了 来了以后 儿子才生生 绿叶的味道啊 日本人完全接受 就是这个香 您不回日本了 定居吧 一年两三次 后天回去 然后两个月回来 等于在北京定居了 对对对 四十多年了 北京生活多好 姐弟记得那时生活 在日本人和人的关系吧 相对比以前是淡了一点 北京就是 活动里边的那个关系多好 但是人情味还有 但是老北京人情味还有 老北京人情味 是吧 社会变革态度 对对对 那倒 所以说你不说谁对不对 我呢 天天啊高高兴兴地做得好啊 没别的要求 那也行 就平常过日子嘛 对对对对 做点干净饭 对对对对 做点干净人 说点实话 是不是来讲 咱们那下话就有什么意思啊 就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这人是这个是吧 踏实做人 干净的做事 我们家不够盐 哦 是吧 没有够盐呢 有的地方不够咸 哎呦 刚才原因是问什么咸 他就生了个里大鸭臭味 豆豉 酱豆我咸度 是吧 爱之前那家酒的花 少吃酱豆的 酱豆我吃到反胃 我吃了也差不多了 你看 哎呦 真的我不会说 去军友 你这吃北京是全 全北京是最干净的做事 都不清楚了 吃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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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腥不臭 不咸不浑 这是真的北京做的 又腥又臭又咸眼浑 全外都能做的 你问什么 他爸怎么吃出主 怎么做出主啊 老百姓的那个 绝对去的那个 精髓这个 对 绝对是精髓 这是来尝那个 你叫什么那个 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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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的麻豆 北京没这个酱黄那么好吃 是吧 好好好 太好了 好 好 哎对对对 高兴的就忘了 喝多了就忘了 谢谢您啊 嗯 谢谢您啊 嗯 再见了啊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哎呀真不错 拜拜 哎 真的 干净 确实是干净 有的地方好咸 有臭味很浓 但是本来不应该有臭味 六月说的对啊 大多数卤主啊 是越吃越咸 然后最后拿水冲 对 这一顿我没喝水 臭味是六月说是不对的 就是香 肠子的那个什么香味 已经被六月洗脑了 有点 但是呢 真的我觉得好吃 白酒爱好者值得推荐 对对对老毛推荐 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旅游这个区域啊 这么正宗的老百姓 对对对对对 真挺好 宝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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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毛利推 就喝多了 哈哈哈 过两天老毛妈就回日本了 啊 对 下一次两个月以后吧 老毛妈会在日本拍一些 然后放在自己的号上啊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问我 这是北海道的那个是吗 日本的小城市的 结底记得老百姓的生活 那行吗 老毛妈那句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找吧 谢谢大家了 使用或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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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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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兴趣的